每三年举办一次的台湾国际打击乐节 五月底要正式开打了 今年除了国际顶尖乐团之外 台湾也有很精彩的演出 而且今年的开幕非常有意义 是来自台东的宝宝鼓乐团 他们的团员都是来自阿美族部落的小朋友 乐器也都是自己手工完成的 除了要演出他们的传统战歌之外 还会用打击乐呈现部落的生活 非常精彩哦 戴着稚嫩的脸庞敲打出代表部落的战歌 他们是宝宝鼓乐团 团阅都是阿美族人 平均年龄只有15岁 利用海边废弃的渔网浮筒制作乐器 他们要为今年的国际打击乐节 带来开场演出 除了带来部落战歌外 还有三仙台之浪 用音乐呈现出他们的生活环境 我都利用鼓调 然后展现把现代的节奏 那个元素加进去 让他做一般 跟一般原住民的感觉是不一样 我希望还是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调整 多元性的 朱中庆打击乐团举办的国际打击乐节 今年要在台湾十个县市 带来30场演出 其中台湾有四组打击乐团 共襄圣旨 除了朱中庆打击乐团外 还有知名的十方乐集 四位团员不停地变换乐器 演奏出匈牙利的作品 瓦瓦屋的故事 曾获得纽约时报圣战 优雅的姿态 敲出强而有力的节奏 而来自高雄的新船打击乐团 戴上面具 敲打着特殊的扇形乐器 每一个乐器都有不同的图案 最前面的恐怖脸孔 象征我们跟鬼神沟通的灵媒 这次带来的作品 《东军古舞》 则是源自于古代诗歌集《九歌》 呈现出东方太阳神的故事 新船打击团在训练的时候 其实跟一般的打击团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通常会有很多的肢体训练 所以我们的手脚并用 包含你会在他们打的时候 有脚有手之外 我们甚至有时候还会跳踢踏舞 还会做很多奇奇怪怪的动作 台湾国际打击乐节 除了带来世界级的音乐演出 还传承传统文化 敲出属于台湾的音乐 中文字幕统筹